新帝公園旁邊有各路境日本色的建築物 是日本時代專門的操態 各關的地方 把改造空軍的冠村 後來香氣 陷陷的風 聽到 等經過文化感到民眾的打拚 還會幫助過去日本色的建築景觀 我們來走一走 看一看 有九十多年 歷史的日本時代老廚 倉庭像苗寶萊 加添神秘感 過去才是專門交態 日本科技官員中所 現在專門先做新帝日本的景點 無論是大還是年輕人 都很愛來這裡散步 或坐下來喝一杯茶 幸好討厭的經濟 那因為疫情期間沒有辦法出國 那湖畔料亭這邊是日式建築 感覺就好像到了日本一樣 其實這台原本差小看 就讓人疼毒 好在疼毒進行 文化界跟民眾放棄保護運動 希望保留有個小的老廚更緊張 還經過過多年的修正 總算讓老廚重新換過來 把老房子 舊房子 閒置空間在於改建之後 加以處理之後呢 引入新的產業 我們今天看到這裡很多 進駐的這些跟文化相關的產業 就可以讓我們的居民再次的感受到 這一個遊行文資價值的魅力 以及整個城市的活力 現在每一間老廚都有自己的特色 由民間抑制經營 除了讓老建築中心有新的使命 也帶動附近觀光民調 在這邊工作的確心情非常的好 那再加上我們經營的項目 都是跟我們生活裡面 像是咖啡啦 茶啦 吃飯啦 或是伴手禮這樣的一個息息 相關的內容 所以大家來這裡工作 都帶著非常愉快的心情 這幾年老廚中心 先做文化界聯盟為主 除了可以讓老建築物順利保留下來 變成QR 古早處跟人的記憶 而且可以養殖經營 也是料理破產 整個時候有在宿舍的重點 記者就關好 先做報答